我们的老人家和布凡来到了女神系 钓了九天九夜 终于发现钓到了一条石斑鱼 老人家这条石斑鱼有多重啊 让我们用天平撑一下吧 好同学们 现在我们就要给石斑鱼来称重量了吧 怎么样称重量 我们的工具叫做天平 估计有同学知道天平是什么 但是绝大同学不知道天平是什么 或者说不知道天平应该怎么用 毕竟大部分同学没有见过吧 那么现在呢老师就告诉大家 什么是天平 天平应该怎么用 在介绍天平之前呢 老师先要隆重推出一个非常好玩的玩具 叫做翘翘板 相信很多同学在幼儿园的时候都玩过翘翘板吧 翘翘板是什么 翘翘板的制度呢 其实非常简单 翘翘板呢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木板 然后呢 在木板的中心呢 在中间这个点 给它支起来 对吧 拿一个什么铁棍啊 什么木棒给它支起来 然后呢 有两个人分别坐在这个翘翘板的两边吧 对吧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找两个人来坐翘翘板 首先 同学们 你们随便挑一个人 坐左边 对吧 然后呢 老师呢 坐在右边 老师呢 是一个庞然大物 对吧 那你想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哪边比较重 老师 右边比较重吧 老师比较重 那会怎么样呢 于是老师这边就下来了吧 而同学们这边呢 就上去了 对吧 对 这是老师比较重的情况 就是重的往下降 而轻的往上 升 那如果有一天 你在公园里面看到有人坐车翘板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左边坐一个小孩 右边坐一个小孩吧 然后这个翘翘板呢 既没有向左边下降 也没有向右边下降 而是恰好水平了吧 是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他们的重量相当 说明了这俩小孩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完全一样重版 是 对吧 好了 那么天平其实和翘翘板的原理是一模一样 天平是什么 天平就是一根金属杆子 然后在金属杆子的重点呢 给它支起来 然后左边放一个托盘 右边放一个托盘 我们一般呢 是把我们需要称重的物体放在左边这个托盘里面 然后怎么样称重呢 我在右盘里面放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叫做法码 法就是法律的法 法律的法 这个码呢 就是一个十字房加一个大马的马 好了 然后什么叫法码 法码就是已经告诉你重量的物体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五克的法码 这个法码上标注一个大大的五 这个法码就是五克吧 来理解吧 如果这个天平平了 水平了 说明我这个物体恰好也是几克 也是几克 五克吧 如果这个天平 来有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天平中的 我左侧盘的这个物体 它向下降 表示这个物体是比五克怎么样 大 五克重吧 对吧 是比五克重 如果这样了 是比五克重啊 重的下降吧 那比五克重怎么办 说明五克不够 于是还得再往右盘 加新的法码吧 加到水平为止 能不能理解 那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是这个物品 物品呢 向上升 向上升什么意思 表示它比五克要轻吧 对吧 所以五克太重了 于是把五克换成四克啊 换成三克 这样可以保证平吧 对吧 其实天平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等量代换 一旦天平是平衡的 天平水平了 就表示左右两盘的重量怎么样 一样重吧 对吧 一样重就凭进行等量代换吧 是 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天平的工作原理 因为在我们的数学中 今后继续往后学 我们要接触一类题叫做杂体 而杂体中经常会用到天平这个工具 它非常重要 所以老师呢 今天花了一些时间 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天平 你天平的一个工作原理 听到没有 好了 现在呢 通过这个老渔夫的这个估算呢 说这个鱼呢 大概有一百斤 一百斤挺重的吧 是 庞然大物 石斑鱼嘛 好 然后呢 但是老人带着这个天平呢 他的砝码只有 一斤 两斤 四斤 八斤 十六斤 三十二斤 六十斤 各一个 有没有一百斤的砝码 没有 没有一百斤的砝码 但是我要撑一百斤的鱼吧 是 那怎么撑呢 我能不能只用一个砝码 不能 如果只用一个砝码 最重也只有六十四斤吧 是 所以肯定不够 所以很明显 同学们想到了应该怎么样 应该把一些砝码怎么样 加在一块 组合在一起吧 对吧 比如说 我先挑一个六十四的 发现不够 对吧 对 不够怎么办 再加一个 三大 对吧 六十四加三十二等于多少 搞算一下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和一百 有没有差距 有 差几 是 差四斤 有没有四斤的砝码 有 有吗 有吧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他没有准够的砝码 他没有准备九十九千的砝码 为什么只准备了这一些砝码呢 他为什么挑这些砝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老人吊起来的是一斤的鱼 能不能称 能称吗 可以称吧 我恰好有一个一斤的砝码就可以称了 对吧 如果吊起来是两斤的鱼 可不可以称 可以 我有两斤的砝码 对吧 好 现在来了 挑战来了 如果是三斤的鱼呢 可不可以称 可以 怎么称了 没有三斤的砝码呀 一斤加二斤 一斤加两斤吧 对吧 好继续 四斤的鱼怎么称 怎么称 一斤加 需要加吗 我本来就有一个四斤的砝码吧 是 本来就有一个四斤的砝码 对 根本不需要加 对不对 好那继续 五斤怎么称 一斤加四斤 一加四 好了 六斤怎么称 二加四 对吧 好了 七斤怎么称 一加二加四 四吧 好了 那么现在八斤啊 九斤啊 老师就不写了 所以也就是你会发现 老人用他手上这些砝码 就是一斤 两斤 四斤 八斤 十六斤 三十二斤 六十四斤 这些砝码 可以称出来很多重量吧 是 从一开始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些数怎么样 都可以称吧 是 好 我先问一个问题哦 最多可以称多少斤 最多可以称多少斤 就意味着把这些砝码怎么样 全都放在一起吧 是 对吧 好最多可以称多少斤 就是加一加 好我们一起加一加 六十四加三十二加十六加八加四加二加一 这个时候注意加法咱们讲过有速转和挑战的方法 不需要去死转吧 是 来看一下凑证 六十四加十六凑证吧 是 三十二加八凑证 对吧 这样很快 六十四加十六等于八十 三十二加八等于四十 八十加四十等于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再加后面这个七 对吧 所以最后答案是一百二十七吧 对不对 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么多砝码最多可以称出一百二十七斤 最少可以称一斤吧 是 而从一斤到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七斤之间 每一种重量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称出来吧 是 刚才咱们已经验证过了对吧 一到八咱们都可以称 后面就说老师啊 有的你没验证的怎么办 你可以随便靠一个 来随便靠一个 一百三 我们是从一斤到一百二十七斤之间 你猜坏了 你考虑一百三的 最多只能称一百二十七吧 是 一百三根本称不出来吧 是 我的意思是从一到一百二十七里面挑一个 是 八十 好八十 好 八十应该怎么称 我们来一起来拆一拆 首先给你一个六十四 对吧 有没有到八十 没有到八十吧 没有 那怎么办呢 六十四距离八十还差多少 十六 差十六那怎么办 直接给一个十六 对吧 所以也就是我们发现了 随便挑一个 你们自己也可以挑一挑 看看可不可以撑出来 我们发现 虽然法码带的不多 但是这些法码已经足够用了 能解老师意思吧 已经足够用了 已经可以撑出来从一到一百二十七中的所有重量 对吧 那为什么一百三不能撑 因为一百二十七已经是最高重量了吧 如果你要撑一百二三 一百三 你想怎么办 再加一个大的砝码吧 对吧 那你想 六十四后面应该加谁 加谁 观察一下 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 后面一个数都是前面一个数的 什么 二倍 两倍 那你说再加一个大的砝码应该是多少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八斤吧 对吧 是 如果你想撑一百三 这个想法很厚 对吧 但是用现有砝码就不行了 你必须再加一个一百二十八斤的吧 一百二十八加二 就是一百三吧 听办没有呢 所以也就是 这道题老渔夫只带这么多砝码 并不是对吧 这个忽悠你 也不是动你玩 他是怎么呢 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非常的聪明 他发现这些砝码就已经足够了 从一斤到一百二十七斤之间的所有重量 都可以撑出来吧 同学们 你们听办没有呢 好听办就看一下老师的 动作秘诀 天平称重保平衡 左右都可有砝码 好同学们 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等量代换 等量代换呢 是咱们在中低年级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的内容 比如说在去年的学校四杯考试中 老师就给大家出了一道 这个等量代换的题目 那个气球题 估计还是有印象 所以呢我们在做等量代换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就是每一步呢 大家不要急着跳步骤 对吧 一步一步来 第二点就是每一步都要保证是等量代换吧 你不要自己想 对吧 你不要自己想 当然这个应该怎么换 那个应该怎么换 完全根据题目中给你的条件 来进行等量代换 有的时候呢 等量代换会有一些比较题目 比如说这道题的 这次咱们讲的例三和例四吧 需要进行比较 然后再得到答案吧 还有今天讲的例五是一道天平的题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平的作用 以天平的工作原理 以及老师讲的砝码的选取 今后都是可能会要考到的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大家拜拜 下回预告 神奇小侠演绎第七回 好山好水看不够 马迹催称月明归